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就繼續來上課 那我們禮拜三已經開始了 這個一些電路學的複習 包含了直流電路的分析 交流電路的分析 那直流電路的分析 主要就是這個 歐姆裡面就是電壓源 電流源還有電阻 所以就是靠歐姆電路還有 科系貨部電壓 科系貨部電流 來做計算 那交流電路 那我們也講過了這個戴維林等效電路 怎麼求戴維林等效電壓 戴維林等效電阻 那從這個計算的角度 還有從實驗的角度 那這個部分都是你們要了解的 那比較重要的是交流的分析 因為我們在這門課裡面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 我們會來講交流電機 因為相對的直流電機它的原理 比較簡單一點 那我們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在交流電機 所以我們要了解交流電路怎麼分析 所以交流電路就是一個 它的電壓電流的波形是懸波 那Omega是它的頻率 這頻率有兩個單位 兩種單位 一個是radian per second 一個是hertz 那之間的轉換又直到 我們差2π 好 那軍方根 軍方根的電壓或電流就是 這個電壓或電流的正幅所以更耗2 是軍方根 那我們上次有提到這個 如果在交流電路裡面呢 某一個原件或是一個部分的電路 它的電壓跟電流呢 都會有相同的頻率 都會有相同的頻率 如果我們考慮是線性的一個原件的話 它會有相同的頻率 所以電壓電流它有相同的頻率 可是它的相位角可能不一樣 所以alpha代表電壓的向角 這個phi代表電流的向角 那我們知道說一個原件呢 不管它是直流或交流 只要你把它的電壓和電流兩個相乘 就代表這個原件是什麼 它吸收的功率 如果說電流是從電壓的正端流到負端的話 這樣子定義 那i乘以V是正的話就代表 在你考慮的那一瞬間 它是吸收功率的 那這叫passive sign convention 電流從電壓的正端流到負端 如果電壓成電流乘起來 正的值代表吸收功率 負的值代表它是釋放功率 所以如果你把它乘出來之後呢 它會是一個什麼 比方是一個交流訊號 那這個交流訊號 這個交流訊號它的一個形式是這樣子 我上次這邊沒有講 沒有講得很清楚 它的這個瞬間功率 i乘以V 會是一個大P加上P的cos2ωt 加上Q的sin2ωt 它會是一個這樣的形式 或是說你把它畫成這個 你把這個瞬間 瞬間的功率 對時間的關係 如果在交流電路的情形之下 它會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東西呢 這個部分是比較怪的 正的話代表什麼 吸收功率對不對 那這個在幹嘛 釋放功率 為什麼會釋放功率 如果裡面你考慮這個元件 都是電阻電流 電阻電感電容 都是這些被動元件 它為什麼會釋放功率 所以這個部分是比較奇怪的 那這個部分產生的原因就是 因為電容跟電感 它會吸收釋放 可是它不會產生 所以這個功率的圖 如果我把它 我可以把它做分解 分解成什麼 分解成兩個部分 分解成兩個部分 哪兩個部分呢 就是我把這個 會到負的這個部分 我把它抽離出來 變成是一個交流的東西 一個交流的東西 平均值是0 那這個部分的功率是完全有什麼 電容跟電感貢獻 吸收釋放 OK 那另外一部分是什麼 它的最低值是0 它最低值是0 這部分是由誰貢獻的 由電阻貢獻的 為什麼 因為電阻 如果一個交流的電壓或電流 或是電流通過電阻的話 那它的瞬間功率 會是一個交流的波形 而且一定 歷程壓一定都是正的 為什麼 因為電流 電阻永遠是什麼 吸收功率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是電阻的 這部分是什麼 電容跟電感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功率就是哪個 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大P 加上大P乘以cos2 的部分 就是完全由電阻所 所貢獻的這個 它的吸收 它吸收的功率 隨時間的變化 所以這個是大P 加上大P的cos2 omega t cos2 omega t omega t OK 那這個部分是什麼 這部分就是Q sin2 omega t 電容跟電感 貢獻的 好 那 那 那這個部分的平均值 就是P加上P cos2 omega t 的平均值是多少 這個部分 交流的部分有沒有貢獻平均值 沒有 所以那平均值就是多少 P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 這個 在交流電阻裡面 就是電阻 把功率吃掉 就是這個平均值 那這部分 這部分是什麼 這部分就是電容跟電感 吸收釋放 吸收釋放 那這個P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稱呼叫平均功率 Q的部分叫做什麼 反應功率 那上次我講沒有講得很精準 我們這次 把它講仔細一點 就是 原來的這個順先功率的波形 把這個負的部分把它 把它抽離出來 這個部分就是反應功率 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個V呢 就是VI cosθ 是VI cosθ 是電流的向角 減掉電壓的向角 我們算是向角 都是以電流為主 電流減掉電壓 如果大於0的話 就是電流領先電壓 小於0就是電流落後電壓 那大於0的時候 這個是電容的一個負載 那這個 這個 小於0的時候 是電感的負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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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邊 這個平均功率可以寫成V乘以I cosθ 這V跟I指的是均方根電壓 原本有一個2分之1的因子 因為我們如果用均方根的話 電壓除以更好2 電流除以更好2 更好2 更好2這個2就可以被取代掉 所以如果你要算交流電路的一個功率的話 那你用均方根子 你就直接電壓成電流 再乘以什麼 功率因子 cosc 跟直流電路有點一樣 分直流電路很類似 只是你要把它乘以它的一個功率因子 好 那相分析我們也講過了 這個 我們把一個交流的一個訊號 直接經過轉換 變成一個負數 所以本來是一個波形變成一個數字 這叫Phasor一個Phasor的這個transformation 那透過這樣子的轉換呢 我們就 我們在分析交流電路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直流的角度來看 只不過我們要在複數 這個複數的complex domain 複數的領域來做這些計算 也就是說 電阻電容電感 我們都可以把它視為是電阻 只不過這個電阻是什麼 是複數 電阻就是 電阻在Phasor domain 就是原來的電阻值 那 電感就是 變成什麼 JωL 那也就是說 它的 它的電阻值變成是一個複數 而且它的虛數部分是正的 OK 那 電容 它變成 JωC分之一 JωC分之一是它的一個主抗 我們所謂的電阻在交流 領域我們把它叫做主抗 JωC分之一 這把它背起來 JωL JωC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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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J在分母 所以 所以如果你把它做有理化的話 它就會變成這個 一個 它的虛數部分就變成負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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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容提供的這個主抗 它的虛數部分是負的 好 好 那 如果在Facer的一樣 我們可以做這個 這個 KVL KCL 只不過 我們考慮的電壓電流都是什麼數 負數 所以 你看到一條方程式 後面是讓幾條方程式 兩條方程式 時數部分 虛數部分 各一條 或是 或是你用極坐標的話 magnitude部分一條 還有什麼 角度的部分一條 所以一條方程式對應的是兩條方程式 因為它是compress 那我們考慮功率的話 我們可以定義一個叫compress power 它是把 相電壓跟相電流 相電流的供二負數兩個相乘 所以 Vθ代表的是 這個相電壓 它是一個compress number 負數 那 這個 相電流這邊 它也是一個負數 那這個有點像內積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有同學問到 兩個內積像什麼 為什麼要加一個star 為什麼要共二負數 那 當你在考慮負數的時候 用負數來考慮 就定義這個 這個 內積 比如說我有一個負數 A 跟 B 的內積 我會把A 乘以什麼 B的公二負數 為什麼呢 你想想嘛 如果是 A跟自己 做內積的話 一般 自己跟自己的人 做內積 會得到什麼東西 會得到自己長度的平方 了解 了解 所以 如果 我定義的是A 電積是A 這個我是沒有star 所以自己跟自己內積就A 乘以A 對不對 那這時候 這個 變成 X加JY 乘以什麼 X加JY 那乘起來會是一個 長度的平方嗎 會嗎 當然不會 對不對 因為它有虛數部分 可是如果我定義的是 內積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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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一個 複數跟另外一個複數的 共和複數相成 所以就變成A乘以A star 那這邊就變成什麼 減 了解 這樣的話 出來會是等於什麼 F平方加Y平方 了解 所以你在看到複數的 Domain 你在定義內積 它都會寫成 這個 這個 複數跟另外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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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複數它的 共和複數相成 好 那乘起來會等於P加JQ 你把 降電壓乘以降電鈕 V乘I V乘I 就是在我們直流領域的時候的 瞬間功率 對不對 那事實上 在交流領域這個 所謂的瞬間功率 是有 X的部分跟虛的部分 那 這個 虛的部分呢 這個 如果 存電阻電路 Q等於0 沒有虛的部分 那 電容的電路呢 Q是小而0 那這個電桿的部分呢 Q是大而0 好 所以這個是它的相處 所以 從P跟Q的比值 你可以得到什麼 得到它的相角 因為有功率角的關係 所以就會有Q 所以功率角都等於0 代表是什麼電路 純電阻的電路 就沒有Q了 如果完全沒有電阻的話 有沒有P 沒有 這時候角度不是幾度 不是90 就是-90 如果又有電阻 又有電阻 又有電阻 電容或電桿的話 這個角度就會介於多少 正負90之間 有沒有問題 好 那只有在10軸上面投影 才會貢獻實際的功力 好 那這是我們上次最後講到的例子 交流的分析 如果這個 輸入的電壓是一個 一個 一個 1000個radium per second的交流訊號 正負是14.112伏特 那有電阻、電感、電容 那我們要求這個 這個電流是多少 好 那 那我們這邊要做交流的分析 的一個 一個假設是 我們假設他是在穩碳 steady state OK 是在steady state 我們是在求他的穩碳解 那 求穩碳解 我就可以把它轉到飛蛇去看 那如果你要求他的站態解 也就是 這個一剛開始電桿上面有電流 或是電容上面有電壓 他會有一個站態解 也就是說 這個統一方程式是一個二階的微分方程 那你要去求他的解 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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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ogeneous part 跟什麼 particular part OK 那這個站態解 站態的部分貢獻 主要是貢獻這個 這個 這個 homogeneous part 那如果不管站態 我們主要是看的是particular part 我就可以用 particular solution 我就可以用這個 這個facer的觀念來解這個問題 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轉到 轉到facer去 所以 14.112要變成這個rms的話要除以分號2 所以 所以這邊 然後這個 那角度呢 它向角是平度 那這邊 電桿跟電容 我們都把它分別轉換成主抗 所以電桿是jωl 電容是jωc分之1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在facer 斗面上面的 一個 一個等效的電路 那因為 因為我們在複習的關係 我這邊講的比較快 好 所以接下來我就利用 dc 直流電路的分析方法 這邊主抗的核 就是它 因為是串連嘛 把它加起來 所以電壓除以電阻 就會就是它的電流 好 好 所以這個 我們求 所以這邊的主抗的核是5 那是3-4j 那表示負數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直角坐標 另外一個什麼 直坐標 那直坐標在運算的時候有 如果是相乘相除 有它的優勢 那直角坐標如果是相加相減 有它的優勢 了解 為什麼 因為直角 直坐標在相乘相除的時候 大小部分相乘相除 對不對 向腳部分 幹嘛 相加相減就好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要把電壓除以主抗 所以我就把它換成直坐標 所以換成直坐標 V的電壓 還有我的主抗 有一個向腳 是落後的 所以角度是 這個電流是2的角度是53.13 知道解 那這個是Facial Current Facial Current 那 如果我要回去 Time Domain看這個訊號 S Time Domain 這個電流訊號會長什麼樣子 我上次在控制系統講過 這個轉換就像是一個鏡子 對不對 鏡子前面跟鏡子後面 它代表是同樣的東西 那鏡子後面是一個負數的話 鏡子前面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波形 那個波形的大小就是這個負數的 那個波形的Magnitude 就等效於這個負數的長度 那這個波形的一個向腳 就相當於這個負數的角度 了解 所以這邊Magnitude是2的話 所以在鏡子前面這個電流的正幅是多少 2是它有什麼值 均方分值嘛 所以2要乘以什麼 更好2 所以2乘以更好2 然後呢 cos的Omega t加上53.13度 所以就是在鏡子前面 轉換前 它的電流的一個 一個實力的表示方法 那Omega是多少 就是1000嘛 它頻率都不會變了 所以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是 這個是電壓的波形 那電壓跟電流有同樣的頻率 對不對 那電流的向腳是多少 剛剛講53點多度對不對 所以電流的角度是什麼 是領先還是落後電壓 領先 所以領先是要往左還是往右 往左嘛 比較早發生 所以這邊是電流的波形 跟電壓的波形 所以你把電壓跟電流的共和付出相乘 就會得到它的compress power 這個 這個負數功率 那它有兩個部分 時數跟虛數的部分 對不對 那時數部分就是它真正什麼 真正 真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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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的功率 因為我們電路裡面有電阻嘛 對 所以12 那負16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虛功率 是一個虛功率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 以上是上禮拜的複習而已 我們都還沒有進新的 這樣這也不是新的啦 這應該在電路學應該有講過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個叫做功率因子的補償 那什麼叫做功率因子的補償 因為我們一般的這個 這個不管是家庭用電或是工業用電 這個 這個工廠或是家 或是你的家裡面 一定不是純電阻的負載 同意吧 為什麼 我們家裡面都有什麼 什麼馬達啊 或是烘乾機啊 或是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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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機啊 烘乾機跟洗衣機 什麼樣的負載 會比較 哪一種阻礦會比較大 看一下 什麼東西 電阻電容電桿 電桿 為什麼 裡面有什麼 有壓縮機 或是有馬達 對不對 有線圈嘛 瞭解 相對的電容負載會比較少一點 什麼時候會有電容負載 然後你家裡 家裡有電池在幹嘛 充電嘛 對不對 那個叫做 就是一個電容的負載 那 所以 所以 一般 從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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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電端 或是台電的角度來看 他送出去的電一定都有一個功率 對每個用戶都有一個功率因子 可以嗎 可以嗎 比如說 比如說這是你家 然後這邊的 台電進來 台電的電進來 回去 對不對 那這邊會有什麼 會有電壓 對不對 那這邊會有什麼 電流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電壓跟電流會同向嗎 所以同向就是沒有功率角 當然不會嘛 因為你們家會有這個 這個主要是電桿 所以這個雜訊是什麼 所以我最好寫到這裡來 好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 V跟I之間會有一個向角 那我們知道說平均功率會等於什麼 這個顏色的筆看得清楚嗎 可以 平均功率會等於V乘以I乘以cosθ 是不是 對不對 那台電在功率的時候 這個I是不是固定 這個V是不是固定的 110嘛 了解 那這個cosθ如果是0的話是最好 cosθ等於0的話 cosθ等於多少 1對不對 成建組負載 可是一般來講這個θ都會是正來負的 負的啦 負的啦 因為電桿 對不對 θ都會是負的 會落後 所以它會有一個功率因子 所以跟θ等於0比起來 如果這個θ落後的越多的話 相同的功率之下 I會變得比較什麼 比較什麼 比較什麼 比較大 了解 所以你家落後的越多 雖然台電供應給你也是同樣的功率 吃掉的是同樣 你們家吃掉的是同樣的平均功率 可是這個電流的震幅就會變大 了解 那在供電的過程中 假設說這個功率角是 這個 這個 一個case是-30度好了 另外一個case是-60度 OK 這個是你家跟隔壁 那 它 那 假設兩戶都吃掉同樣的平均功率 那 電表是用什麼 平均功率來看 對不對 吃掉同樣的平均功率 那 可是台電會 會對哪一家比較不高興 對隔壁的比較不高興 為什麼 你們交同樣的錢 可是台電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在送電給你家隔壁的時候 這個電流會比較什麼 I2的震幅會比I1的震幅還大 了解 如果台電就在你家隔壁的話 沒問題 那問題是這個供電廠是在哪裡 可能是在這個 一、兩百公里之外 所以 供電是在這邊 一、兩百公里 那所以這中間有什麼 有什麼 電線 常常我們這個電線 這個一小段電線去量 拿電錶去量會叫 因為電阻很低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是一、兩百公里 這個電阻就不能夠忽略了 所以那這邊 供電這邊電線有電阻 那也會有個I平方R 對不對 I平方R的損失 所以 雖然你這邊 這兩段都付同樣的電費 可是電流的震幅越大 那在這個傳輸的過程的損失 也會越什麼 越大 所以這部分要 變成誰來承擔 變成台電自己要承擔 了解 那這個原因也是因為 我先前不是講過 這個有電桿或電容 就會有這個吸土、吸土的效應 你吸土、吸土的效應越大 這Q越大 這會導致這個政府會越大 所以傳輸的損失就越大 所以這個電力公司就會說 好 雖然說我是用平均功率來算 來算電費 可是我會做一個要求 這個不能夠落後的太多 我說你最多 比如說最多只能落後30度 或是最多只能落後45度 他說沒有辦法 因為很多線圈啊 很多大的馬道 就是這麼多 那你要怎麼辦 要怎麼辦 加電容 為什麼 因為這個電桿的Q是什麼 正的對不對 它一直需要很多Q對不對 那這個Q如果從材電來的話 它就會有傳適的損失 那我倒不如在這邊加一個什麼 加電容 加一個電容 用電容去提供這個Q 了解 你在當地就解決了 不用從這個電力公司端去提供這個Q 了解 所以加如果是功率角是負的話 我們就加電容 功率角是正的話就加什麼 電桿 這個Q比較少 所以如果這個是一個負載 它的功率角很差 那我就給它並演一個電容 來做功率因子的補償 讓這個電容去提供Q 不要從這個供電端來 供電端來提供Q 這邊的電流的勝負就會怎麼樣 變大 傳輸層值就會變大 那下面這個例子就是來教導各位如何去做這個 功率因子補償 來看這個例子 某一個負載它抽10個電流 10A的電流 那功率因子是落後的 那電源是120V 60Hz 那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交流電給你這樣子的一個規格的話 這邊120V指的是什麼 RMS還是正伏 RMS 因為它把它這樣指由來看 所以是一個RMS 那功率因子 我們在解電動機械的一個問題 或是思考電動機械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看到哪一段 我們就把一些相關的計算就把它算好 這會讓你對整個問題更清楚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會先去想說 這邊功率因子落後的話它是電桿負載對不對 然後cosθ是0.5的話 θ等於多少 60 -60 因為落後 OK -60 那 所以 所以這邊 電壓的部分 這個向電壓120角度是0度 那 這個電壓部分 向電壓 那 這個fasor current是多少 10 角度是幾度 -60 了解 就把這個電壓電流都把它ready在這裡 好 那這個電力公司會處罰你 如果功率因子比0.8還要低的話 它就要處罰你 為什麼要處罰 因為它會浪費很多電在傳輸上面嘛 可以接受 所以這邊0.5可不可以接受 不能接受嘛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它提高到0.8 那這個問題是說那你要放多大的電容 電容太小它可能沒有辦法提供那麼大的q對不對 電容太大 就佔空間 我們只要提供到剛剛好 它做0.8 我就0.8就好 不多也不要少 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 在解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 那 到底 到底這個 這個負載 它吃了多少 10公里跟虛公率 對不對 那我們就去計算它的負數功率 compress power 把V的V跟電流的共和負數相乘 所以乘出來 這個會是120 角度是幾度 60度 對不對 那 會有時速部分跟虛速部分 時速部分600 虛速部分多少 1039.23 可以嗎 那 這個600是真的吃進去的 那這個是什麼 Q的部分 由於有這個Q的部分 才會造成這個 這個相位角 是不是 所以我現在做的是 要把這個Q的部分 要把它變什麼 變大還是變小 變小一點 要把它變小一點 好 所以 這個 這個負載真正吃掉的功率 是什麼 是 600瓦 了解 好 那 我們這邊看到 看到這兩個向量 這兩個向量做內積對不對 對不對 那 這個 這個 十字部分相當於是什麼 這樣應該是這個電流在電壓上面的投影 可以嗎 或是說 我們這樣看 這個P 是不是等於什麼 V V I 什麼 cosc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 是什麼 電壓乘以什麼 i cosc 是不是 c 是什麼 電流向角 減電壓向角 好 了解 所以如果電流在這邊 電壓在這邊的話 我就是相當於是取它的投影量跟這個電壓什麼 相乘 了解 所以如果電壓固定的話 這個 這個 這個投影的大小就相對於是 什麼 平均功率 例如 另外一